针对林又昌部长质疑 日前警方夜闯东岸商场 是否为市长谢国良下令 市府发言于志明 特别提出三点回应说明 2月1号点交东岸商场的过程与做法 也强调市长谢国良参与交通处会议 是为了详细了解点交过程的事法性 及需要警方协助的内容 那首先呢就是呢 市府呢与大日的OT契约终止 那大日呢跟Net的这个租约 也会随之而终止 而依照我们OT契约的第12条 市府呢是可以进行取回资产的 那再来第二点哦 市府呢在点交的作业呢 是在1月31号当天的下午 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先完成了地下停车场 那在2月1号的凌晨 接续完成地上商场的公共设施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当天开锁的几处 都是机房中控室还有消防设备 等公共空间 并没有进入到商家的店面 因为市府取得的是营运权 才能够呢依照新约 把营运权交还给新的厂商 那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呢早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东森的小巨蛋案 其实北市府也有过类似的 强制接管的案例 就是在点交的过程当中 交通处呢是负责张贴公告 然后呢 开门 然后录影等等 并没有动到net所有的这个动产 而且呢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那我们再重复一次 是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而警察局呢也是基于行政协助的立场 有派专员在现场来维持秩序 这是为了避免民众呢在现场发生资劳 以顺利的能够完成公务 而在点交当晚啊 市长呢参与交通处的会议呢 也是为了了解这过程中的事法性 以及呢需要警方协助的这个内容 而并非是外界所指控是市长下令一事 这是完全是不实的内容 那呢 另外我想跟大家再补充 如果依照OT的这个时间到期 我们都不能进入到公共区域的话 那其实这个产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net的 如果无法取得公共设施 就无法把营运权取回来 进而会影响到这整个公共安全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就抓了这径成本 隔渾 parameters